不少民眾會飼養寵物 但是現行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只要住戶大會有過半的人同意 社區就能夠禁養寵物引發爭議 對此內政部營建署就打算修法 廢除禁寵利的條款 在修法之前的過渡期 也先發布了飼養寵物管理辦法 讓管委會依循包括登記造冊 寵物不得污染共用部分環境 還有寄神牽引等適當的防護措施 寵物是許多民眾的心肝寶貝 國人飼養比例將近三成 不過相關法令對寵物還不夠友善 像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只要住戶大會有過半的人同意 該社區就能禁止養寵物 已爭論許久 經過動保團體跨黨派立委多次倡議 內政部營建署打算下半年修法 廢除禁寵令條款 消息一出引發正反議論 不合理而且在可能最壞的情況下 然後主人如果沒有辦法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遺棄寵物的情況 所以不太好 主人自己的責任心 就是幫狗狗貓貓清理 他們的大小便 這是很基本的 樓梯會有味道 電梯裡面會有味道 我就是不習慣 直反對意見的民眾擔心 公共空間容易產生臭味 社區不得安寧 希望在保障民眾 飼養寵物的權益 也得顧及其他住戶的權利 配套措施不可少 營建署在修法前的過渡期 會先發佈飼養寵物管理辦法 包括飼養寵物登記造冊 外出需要簽繩 不能隨意便利污染共用環境等 如果四主沒有善盡照顧責任 可依動保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飼養寵物管理辦法 可以讓管委會有所依循 避免引發零力衝突 而這次修法則針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無法適用租屋足 房客若跟房東簽約禁養寵物 未來還是不能飼養寵物 記者黃哲學 陳立峰 台北報導